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因为实在太大雨了 所以我转了在家里录音 所以今天大家就看不到我的样子 我都相信对于各位观众来说是一件好事 只不过因为转了环境录音 再加上外面太大雨 所以很多的雨声 所以今天的录音 音质可能会比较差一点 希望各位不要介意可以将就一下 今天就想和大家说一个臥底皇冠的事 有一个沈小文的法官 他想着请辞举家移民英国 这件事确实是令到我们正常人 个个都天怒人怨 因为这个沈小文 他曾经在四个月内 放生过十四个罪有应得的人 然后在他做完这些任务 放生过十四个罪有应得的人 他现在就跳出来和大家说他要全家移民 而且他移民的地方很不选又不选 偏偏就是选英国 大家都知道 英国和台湾这两个地方 在这两年究竟是什么人才最喜欢去呢? 大家心里有数 但另外有一件事大家想不到 正常一个臥底 当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高调宣布他要回到自己所属的地方 正常连登应该会就着这些消息 宽天喜地拍烂手掌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想不到今次的连登仔 即那帮对家的人 和我们正常人抱有同一个想法 就是别让沈小文跑料 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立场出现呢? 明明是一个对家的臥底准备走 但他现在是得不到他们立场的人支持不止 连登仔还说要写信 提醒英国说不要让这个人入境 为什么会有这么有趣的事发生呢? 待会我会慢慢去和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也会和大家细数一下 究竟是如何在四个月内 放生十四个罪有应得的人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就是掃描旁边的二维码 用一两元去支持一下我井仔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正式开 据香港星岛日报的消息所写 香港区域法院沈小文法官 早前就已经向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提出请辞 提前六十岁退休 而她的生效期为下个月初 即是说现在是10月8日 这一刻她的人都还在香港 她还没离开 接下来的大半个月时间 真的要看看相关的事情 会不会有转机 会不会有什么组织可以阻止她离开香港 而且根据消息所说 沈小文不是她一个人离开的 是连同她的妻子和一对儿子 将会移居过去英国 并且会放弃每个月23万 即是她现在在香港法院的那些薪酬 而且沈小文也在香港国安法定立后 首名决定离开香港移居海外的本地法官 沈小文她先后在去年的10月和今年2月的下场 分别是就着831、10月1 两宗案件的14个被告全部脱罪 而当中的原因 即是我不会去跟大家说 这件事的详情是怎么样 因为这些读报只是浪费时间 但我会跟大家去说一说 当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当大家一听到接下来我说的 大家就会明白 他基本上和臥底是脱不了任何国 因为当时那些人都穿黑衣 其实很多正常的法官 例如苏官 大家都知道 穿黑衣很明显是有意图的 但这个审官帮人辩解 就是说 就算当时那些人穿黑衣也好 他就说 选择服饰的颜色是属于个人喜好 接下来 接下来 然后珠嘴、口罩、眼罩、手套 如何解释呢 沈官就说 人身上有珠嘴、口罩 那些东西 其实是叫做保护自己 这些都是无可口非的 另外 还有很多拘捕的行动当中 有些人会逃跑的 对不对 沈官就帮那些人解释 就说 逃走这个动作是属于自然反应 就不代表他有什么犯罪的行为 或者意图 甚至乎思想 说到这里 其实大家都已经会觉得很夸张 接下来这件事更夸张 有一个人被人搜房子的时候 找到他家里有白电油、玻璃瓶和布条 那审法官都居然可以说这个人没事 是什么责任都没有 无罪释放 你没事了 可以走了 所以这些这么不合理的判决 我见到各位观众见到 郑若驊都见到 所以律政司也有就着相关的事去进行上诉 不过到了现在 因为排期、时间等问题 到了现在还未处理 其实这个人实际上做过的事 里面还有更多古灵精怪的事 不过就是外于节目时间的问题 和蝙蝠的问题 我都不想像某些人那样 在读报纸 浪费大家时间 想着读报纸可以赚大钱 那我就不是这样的人 但大家 由抽丝剥茄签 筛选出来的重点 大家真的看到 哪有可能全部案件 一旦经他手 就可以这么恶特地过到关 明显是看得出偏邦的 虽然我个人来说 完全不懂法律的事情 但看到这些这么不尋常的事 其实国安公署 是不是需要去做一些调查呢 因为现在大家看回时间 其实时间真的不是剩下很多 人家十一月头就已经会离开了 其实是不是需要去扣留起他的旅游证件 他的出入境的证件 因为一旦这些人真的成功走到的话 其实大家是真的没有仇报的 而且成功走到这件事 在我们香港已经发生了 不知几多八次 几多十次了 我觉得关注不可以因为一个人的职业 而令到他有一个特别的待遇 不论是一个清洁阿姐也好 一个法官也好 其实只要他做的事是危及着国家的安全 其实应该是要一视同仁的 就像何俊仁那样 他未进去之前 他也是一个社会名流 又是一个律师 赚很多钱 很多人物 但是他做错事 做错事就是要被人调查 调查完发觉 你真的有不妥 你真的做错事 他现在就进去承受他应有的惩罚 既然律师也是这样 那其实法官是不是都需要一样呢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如果这么容易 就可以被一个官离开 到时这些人去到英国 他很大机会就会立即跳返 又会出来拍片 到时又会很招职 很积极的拍片 对于香港的法治指手挖脚 诸如此类 还有习大大也说过 我们就不单只要打仓刑 更加要打大老虎 所以国安公署 是不是需要以此为监 立即将这个人扣留起来呢 不是说第一时间就立即踢他进去 但最起码都要做个样子 收走他的旅游护照 从而去告诉全世界的人 不论你是谁 不论你的职业有多高贵 只要你是危害国家的安全 你同样都要受到同等的对待 我觉得这件事大家是可以细心去想一下 如果就是因为他是法官 所以就算他做了这么多古灵精怪的事 也好 他都不需要被调查 其实是令到现在的香港法治变得相当不可靠 另外就和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联登不是应该要祝福这个法官 可以令他早日离开香港回到他的大本营呢 其实就是因为联登仔之前都和大家说过 对家阵营的人 他们是对于任何人的要求 除了自己之外 都是特别之高的 总之他们是要求所有同阵营的人的道德 要高到像圣人一样 他们才会当是自己人 例如说你开一间食店的话 只要你稍为赚多一点钱 有多一点利润 而且你没有捐出去他们那些所谓的基金里面 他们都会去骂到自己人是一民不值 为了贪钱才加入自己的阵营那里 其实这个法官也是一样的 虽然他现在明面上就叫做放走了14个人 但是在16年的时候 就是当初那个旺角鱼蛋 那个事件里面 他就裁定了有三个被告 是罪名成立 而且每个人都要是三个 那些连登仔查回那些相关的案例 就会发现 不行啊 这个人呢 他曾经做过自己人 做了三个这么多 所以他不算是自己人 都不可以让他走 但是大家老实去看看现在的情况 其实三个是真的轻到没得再轻的了 现在那些都在说六六 九六甚至乎灾 所以有时候我真的不明白 那些连登仔 究竟他们的脑子里面是想什么的 而且我看到那些连登仔很积极地找沈小文 他的妻子和他那一对儿子的资料 想着寄电邮给英国 提醒英国就不要让他们入境 不过我觉得 其实英国那边一定不会理那些连登仔说什么 因为这些法官一旦能够成功离开到香港的话 加上他的职业 他所掌握一定是不少的机密 还有内幕到时就可以爆料给英国 接着又可以去做一些形象工程 例如由他出面去拍一些片 去抹黑我们香港 接着又再用一些社交媒体 例如Facebook等 将他们的资讯散布到周围 其实对我们香港也是一个很大的抹黑和伤害 所以这次很少有的我和连登仔 都拉着同一个口号就是说 别让他们跑了 其实这些人应该要继续留在香港 不让他做法官之余 也要继续慢慢去查他过去的事情 究竟是否有什么QK 从而去除一个香港的大患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那我们明天明天见到这里